好那这集视频要讲解人龙7最终BOSS战的打法 最后一场战斗是采取三连战的形式 前两场中间虽然有动画穿插 但它是没有跳出界面可以让你回血和换装的 二三场中间则是有小空档可以补血 因此这边建议至少金钱 攜带500万以上方便叫外派帮手 也要记得攜带能回抹和回血的补品 那这三场的难度只有第一场比较难 第二场基本上只要善用你有范围技能的人物 就可以轻松的通关 所以这集的视频主要会讲解如何打倒第一个BOSS天童 那要特别注意的是打最终BOSS战之前 这边会建议进塔前至少要有58等 那在进塔后是不能存档的 在迁徙塔内会遭遇到许多小兵的战斗 这边可以打斗技场练等与升级职业等级 通关一次后我们可以直接从第26层开始打起 因为在第29层的追加报酬中有一件龙之和服 这件装备是全抗性的建议可以反复刷26到29层楼 除了链等也一起刷这件装备 像我就是让我主要角色都带上这件装备打BOSS战 可以减伤许多 另外金钱的部分则可以到一番控股去刷 进入BOSS战叫外派帮手 输出会多上许多 最后可以种植植物到求生者酒吧制作午餐盒 这个道具是可以让所有伙伴恢复HP和MP 在补鞋的角色以外再多一个保险的道具 迁徙塔路上小怪的打法则是运用角色的范围计 尽量在四只角色轮过一轮就把主要的对手都清掉 迁徙塔则有许多的银库还有道具也不要忘记剪 塔内则有两个回复点 可以一边清小怪升等一边前进 最后在进BOSS战前让主要的角色 携带替身死和诅咒替身 这边稍后会讲解原因 好进BOSS战后天童的技能其实就大概这几样 基本上你只要有60等以上都还撑得过去 因为天童对部分异常状态是具有抗性的 那因为对手的回合数很多 有时候甚至可以他的回合打完一轮你四个角色 所以这边会建议一开始就使用寒骏机放毒 让对方产生中毒的状态每次行动前都一点一点的扣 使用主角卫星炮的技能一回合大概都能打1000出的血量 再配合外派帮手几个攻击型的输出角色 都可以顺利的打完前面的血量 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当血量降至50%以下的时候 会有一个过场动画 这时候BOSS就会进入第二形态相对的输出也开始变高 要特别注意神之预告出现后会有左右手的两种技能 尤其是右手被打到是有几率可以一招毙命的 那主角如果被打倒这场战斗会直接结束 因此战斗一开始主角可以放勇者的执着这个技能 可以承受一次HP归零的攻击 至于其他角色可以用我前面说的两个替身道具 像我就是让主要的补血角色穿戴 另外再配合阵暴警察的减伤技能 以及提升攻击和防御的道具 然后记得每一回合轮到杀龙子一定要放全补的技能 让每个角色尽量都维持满血的状态去承受BOSS的攻击 也可以适时的在攻击的瞬间按下防御 以避免角色一回合就被击杀 最后靠着春日一番反复的输出 应该就可以顺利的打倒天童 再来第二场主要就是会一直呼叫外援 善用范围计打倒每一波敌人后应该就可以顺利的过关 最后一场BOSS是徒手战 在快要被打倒的时候会有一个QTE的连按 记得抓准时机 好那今天的BOSS战讲解就到这边结束了 这代的人中之龙7相较于前几代 虽然改成RPG回合制的游戏 但在玩法的流畅性与剧情的丰富程度来说 街道的建模对照日本的场景 还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是值得一款游玩的游戏 好啦那今天的游戏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